最後問一下就是匯豐,不如幫我Vincent亮問一下 他是5-3元買的,他說要不要溝通貨 我想問一下,分拆亞洲業務上市的機會有多大呢? 如果是的話,好事還是不好事? 我自己看,其實集團也有回應,未必是這麼大 但是那個市場的反應就覺得不太離譜 集團其實都是寧願去,你如果分拆了 等於你縮小了,其實你越多越小就不好 你會容易給別人,你由一間國際的銀行 你變成一個香港本地小銀行 你的規模越來越小,將來也很容易會被其他的同業搶了客戶 現在匯豐一直在設一個環球國際銀行的一個定位 尤其是大家可能涉及了是不是去英國的投資 或者移民那些,很多時候你會去用到相關的服務 大家都會用匯豐 所以我覺得你拆的話,不太好 還有就算之前再早一點點,當時匯豐的位置更低一點的時候 是有試過分拆其他業務的 那為什麼那時候拆完會好呢? 因為他拆的那些就不是那麼不賺錢的業務 還有因為他當時是低位,就去炒 切割了,省下一些錢 但是如果你再這樣下去,一個長遠來看 其實就不是一個好事來的 你一個公司呢 你一個公司是有前景炒,擴張的時候 你是在擴張的 你應該是譬如譚製,進軍海外 不過不是建議買的 那就是你要擴張的 你要去萎縮 股價有機會有時去切割 或者裁員,或者有時會炒省錢的 但是你的前景看,就真的不是一個利好的事 你去,即是你如果在縮緊的話 那至於混不混貨 再看一會先吧 現在初步就跌到46.43元 有支持的 如果你真的要混,你要放回46.43元 做止蝕委獲 那就是了 因為他跌後這樣打了下來 暫時初步站穩而已 最好就先沽望一下 未必太過要... 進取著 尤其是... 一般來說 我就比較喜歡在混上就不下的 就是你買完之後 很好啊 真的升得很順 那才去加倉 就不是跌下來打算混低價 這樣 是的,你觀望一下這個位置 是不是真的可以站穩 可以